三大指数红彤彤啊 个股多数是绿油油 那么今天抄底的是不有 肯定有啊 会不会背套啊 这地方行情怎么看呢 注意啊 我慢慢地讲 今天两市成交量是小幅萎缩的 而且是缩的 基本是缩在了深圳 这是一个盘面的现象 大家看见吗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的内资呢 继续大幅地流出 又造出了290 接近300个亿 但是呢 相反的呢 我们北上资金 流入了接近50个亿 这个是一个盘面的好现象 但是呢 个股跌的多呀 是不是行情是不是反转了 今天的比较重要的盘面的现象 就是什么 前期热门的东西啊 多数是下跌的 并且今天就算半导体 一度涨得挺好 也有一些冲高回落 但是消费一些相关的 除了煤炭之外 都有些起来了 而且旅游走得非常非常棒 旅游我们可不是一天两天说的啊 昨天的早晨 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半导体 低息的问题啊 昨天上午才说的是旅游 结果今天旅游大展 明天会是什么上展呢 今天的委员在直播的时候 实际我们也说了 多关注其名啊 那我们来说说指数的走势 实际今天是上午的时候 就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说过了 我说这是一个盘口的低点 可以做T加0的打算 我说但是呢 并不能确定 到什么时候去呢 今天下午的2点40 我们才能最后确定 2点40前 我说我说 站到3255点的上方 这地方可以做一些加法 我来说一说它的理由啊 我们首先来看上证指数的日线 上证指数的日线呢 这波上涨肯定是从11月1号开始啊 经过了数波80多天上涨 上涨到了3342 其名是在这一天跟大家说 顶部日线的高点结构形成 需要调整25天左右 但到现在为止 今天调整第18天 18天时间周期呢 有些不够 这些正是我们最近想 持续跟大家阐述的问题 就是说容易把其他的指数给带来 实际其他指数 这两天走势也特别的不强 但是今天到尾盘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大家变化是什么 大家看这个技术指标 DNF跟MACD都出现了向上的拐头 大家不要一讲MACD呢 就有不屑一顾的 不屑气质与鼻的这样的想法 它是一个最经典的技术指标 这个指标是好用的 我们一定要拿它当一个参考 我们说在这地方 就一样金叉的时候 该金不金变成死叉 理应看空后视 所以说这几天的看空 是很明显的事情 那么今天到盘中出现了变化 我们就应该改变我们的思路 已经出现了拐头 已经出现了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且覆盖了昨天的阴线 另外我们从三分钟走势图上看 已经重新看 站在这个高点上 并且回到了短期趋势线的上方 也就是说 但是只是有一个一点 30分钟还没有上零轴 只是说我们断定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周期的气温 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还有这么个细节 这个地方是上午也说了 我说这是下跌的完整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下跌的A 这个地方是反弹的B 从这儿到这儿 今天上午创新第一了 所以说这个C浪已经完整 我们判断可能是C浪段的三浪底 但三浪底跟五浪底也不会太远 所以说判断这个位置 大概率能成为今天的第一点 这是我的判断一句 那么后视怎么看 我认为首先是排除了系统性的风险 上证指数没什么大风险 即使是后面有再 走再探探也问题不大 看不到哪里去了 也就是说这地方起了一个板块 我们应该尝试进去开始 逐渐逐渐的 可以理解为这地方调整 基本结束 所以说我们更加积极主动一些 这是上证指数 我们再来看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我们就给大家看那种日线就行 创业板指数这天 从那个星期五开始就出现了连续的阳线 而且是放量的 这做一个小幅盘整 主要是创业板指数跟上证指数走势不协调 导致的创业板指数没有好好的涨 随着上证指数的逐渐的稳固 我估计这里面也就是盘整盘整 会再次向上攻击 所以说创业板的反弹根本就没有结束 大家要耐心一点就完了 尤其是那些形态修复好的创业板的品种 要耐心一点 现在没涨也不要怕 都会上涨 这是我们的主要观点 当然了 我们还要看周线 那么明天是周五 明天会怎么表现 我估计明天是 不管怎么走 明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明天盘中再说 板块分析呢 看我们明天早晨七点钟的板块分析 明天盘中再说 说明天盘中再说 想明天盘中再说